回席到拍桌子是因為議員拿出錄音 指控柯市府高層集體喬蛋 其中當時擔任科辦主任的李文宗 被指控不當干涉大巨蛋案審議 李文宗2018年的這段錄音再度被翻出來 因為近期前北市都發局長林周明受訪爆料 指控李文宗要求更改大巨蛋相關會議記錄 理由是覺得說這會讓遠雄出售 大巨蛋的售價被影響 另外林周明也曾在臉書po文中提到 李文宗曾對他咆哮要他離職 還說林周明如果離開市府之後 大巨蛋案督審必過 見照必發 沒人會管林周明當初的專業建議與堅持 林周明是柯文哲第一任任期內的都發局長 外界質疑柯市府是在第二任 換了相關局處首長人選之後 也換了方向 林周明前局長大概在大巨蛋案上面 其實有非常多的公安堅持 那確實在林周明局長卸任之後呢 這個大巨蛋裡面的公安審查 包含都審就是這個快速的 能夠順利來通過 其實就是因為柯文哲 他也開始改變了方向 與柯文哲多年並肩作戰的老同學李文宗 如今卻因為民眾黨內假仗風波 被柯文哲一句50年來 世人不清為由斷尾求生 不過兩人合作關係密切 外界也好奇 柯辦商辦的經流不明 負責管理帳目的李文宗 會不會成為柯文哲下一個破口 然後繼續繞及陳志豐才會